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三星990 Pro 硬盘估计是被转手过很多次了 上一任也就是联系我的同行 到他手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说是看了一眼这个电流跑不上来 然后就把这一个盘丢给我这个垃圾脑来接盘了 这个简直就像是从油锅里面刚捞出来的一样 表面还黏糊糊的 看到这里我是一点想干它的欲望都没有了 还是先看一下电流吧 它这一块盘的电流确实是跑不上来的 因为这个盘是少了元件 电流跑不上来也是正常的 这边我看了一眼至少有一颗电杆被拆掉了 我实在想不通是什么故障 要把整个板子都干一遍 如果只是单纯的电容短路 也不需要干到后面颗粒啊 这种全部被干过一遍的恢复概率真的非常的渺茫 虽然它带Pro 但是能不能撑过去那就不好说了 先给这块硬盘洗个澡吧 要不然我这边也不好做进一步的测量 这个盘洗完澡以后 我又晾晒了一天 现在看起来是清爽多了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干净而已 底下我估计还是藏无纳垢的 先看一下它的供电跑到了哪里 因为这一颗电杆被拆了 我不知道它的原始故障是不是有短路 2.5V没有问题 这里3.3 1.1 这个电杆没有电 0.7 这里也是0.7 这边输出没有 1.8 OK 我们继续来测量一下它后面的对地组值是怎样的 前面这边的组值是正常的 它的后级这里是短路的 对地组值只有1 短路就好说了 咱们来直接给它烧机吧 因为这一路有可能是缓存或者是主控上面的供电 为了保险起见 我已经把这个电压调到了衣服 直接给它上电 上电直接 0.8A短路电流 我们来看一下哪里在发烫 缓存发烫啊 很显然这一个发热点是指向了缓存 我们把这个缓存给它拆了 我这边一加热 之前的油它又重新冒出来了 OK 缓存拆掉以后 这边的组值就恢复正常了 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板子的缓存位置上 居然还是批量掉点的 估计第一加之前拆开以后 看到是这种情况以后就选择了撤退 以往的掉点 芯片拆下来以后 点位一般会粘在这个缓存的吸球上的 而这一块盘 缓存上面是完全没有粘的 因为之前的杠杆加的太多了 而且这一次的客户也不打算提供料板 三星990 Pro这种两提的大盘 万一堵到坑里面了 我至少得修五六个盘才能回本啊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块三星990 Pro 是前两周客户放在我这边做资料恢复的 这一块盘的原始故障是电源管理芯片有点问题 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不过换好也没什么用啊 因为这块盘里面还是炸01的 硬盘的资料导出来以后 它的使命也就跟着完成了 因为这个数据拷贝盘对方还没有发过来 趁着这一个机会 我们借用它作为参考 好让它发挥最后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之前更换过的电源芯片 我只是干了局部而已 来对比一下 这边少了两颗电容 一颗电杆 还有一个十条腿的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也被拆掉了 就是中间这一个 十条腿中还有一条被截支了 从电路上看 它应该是接地的 如果它的缓存焊盘没有掉点的情况下 这些元件我还是可以东拼西凑的给它凑出来的 但是今天这个我是打死的不会给自己再加这一个杠杆了 毕竟被干过的硬盘 谁能保证它其他地方有没有存活 接下来我们来修姿态 之前有一部分网友在我的评论区上留言 说没看到过我维修姿态啊 怀疑我是不是在背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PY交易 我自己就一个修盘的 每天都要跟各种硬盘来回打交道 市面上大多数硬盘我都有摸过 电子产品嘛 它总有坏到的那么一天 不然就不会有维修这一个行业了 那么今天我就来满足一下这部分网友的需求 经常看我视频的老粉肯定知道 其实我之前是有修过的 当然修得少并不代表没有维修过 这个盘是要来进行资料恢复的 从正面上看它是一切正常 但只要我们稍微把角度调整一下 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部分是往下凹陷的 从后面上看它是成一个凸起的状态 之前据说是散热器压在这上面 把这个硬盘的主板给压弯了 我们可以看到主控到颗粒这一部分 它是有一个向下凹陷的弧度 目前描述的情况是开机会卡住 我们来检测一下 目前我这边上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咱们短接试一下 短接能识别到这一个主控 因为这块硬盘它是弯的 不排除它底下存在掉点的可能性 颗粒我们就暂时不拆吧 先给它尝试一下掰正 这样看起来好像就差不多了 再来试一下 上机直接轻松识别 里面有两个分区 刚才白高兴了一场读了几十局的数据以后 它又不识别了 我们还得继续给它拖一做进一步的检测 刚才我给这一个硬盘做了一下颗粒检测 零号通道上面的C1 它是没有识别到的 上面全部都是零 而且后面这里还不是连续的 我估计这一个颗粒底下可能存在掉点 咱们拆下来研究研究 先从凹陷最严重的这一颗开始拆 给它先上点油 果然是有掉点的 这里掉了一排 第二颗也掉了一些 第三颗正常 第四颗没有掉 刚才我给颗粒做了一下近身 一号颗粒这边掉了两个空点 理论上是不影响的 至于它里面有没有内伤 那就不好说了 同时这一块料板我也给它准备好了 不过我的料板是1202C的主控 它圆盘上面用的是1202A 直觉上告诉我 这两个主控应该是不同用的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要把这个主控给它交换过来 刚才我把主控拆下来的时候 结果这个主控后面它也掉点了 看样子刚才可以识别到纯属是回光反照而已 而且有一部分还粘在了这个主控板上面 但是没有关系 我这边又翻箱导会找到了另一块料板 这一个是1202A 上面有一些键掉了 这里掉的是一颗电容 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这块料板它是不是好的 如果识别正常就拿它来开刀了 刚才我把料板上面的颗粒拆下来的时候 结果这一个焊盘是掉点的 没办法 还是要来换主控 刚才我上机看过 这一个主控识别是没有问题的 继续把这几个颗粒给它装好 现在我是一上机 这一个盘就直接掉到了这个入模式 我都没有做任何短接的操作 应该是这一块主板的跳线 或者是通道不对导致的 又过了两天 我重新订购的料板也到货了 这一次的通道肯定是没啥问题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把之前拆下来的这两个颗粒 重新贴回去做了测试 主控编码也是1202A 我们再次给它重新更换一遍料板 OK 现在这一个硬盘又可以轻松点亮了 不过这个识别时间有点长 我这个任务管理器还没有认到 这是正常的 毕竟这个颗粒都换了两次料板了 现在我又试着给它重新读了一下 还算凑合吧 快的地方有10兆左右 慢的可能就有1兆左右了 比起之前干一次就变成拨号上网速度的那些 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算是不错了 至少没有把这个颗粒压成内伤 你会让它重新读吗 我会让它重新读了一下